抢劫犯摇身一变 成了学校里的金牌老师 想翘课 先问问我手里的枪同不同意 今天虎将带来的电影是 该死的哥德 这个放荡不羁 人狠话多的大哥 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小帅 看他那无赖样 你能想到他居然是个老师吗 这事儿还得从小帅出狱说起 好不容易放出来了 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 小帅就去找了老乡好浪姐 他进去之前 把抢来的钱都交给了他保管 浪姐也是个小机灵鬼 怕钱揣着不安全 直接找个地方埋了起来 按理说这操作没啥毛病 可谁能想到 小帅被关进去这一年多 藏钱的地方居然建了所哥德学校 要进去挖钱 总得找个合理的身份吧 机智如他偷偷破坏了警报器 吓得其他应聘者只顾逃命 他顺利成了代课老师 但是要去哪搞交资呢 就在这时 他遇到了傻白田实习老师小美 小帅一看 这妹子挺憨呀 就说要去他家讨教一下教学技巧 几滴你要下去 小美就不省人事了 要说男主倒也是个正人君子 女生倒在怀里 他却一心只想偷人家的证明材料 总算都弄好了 小帅开始了白天假老师 晚上真矿工的生活 没成想 还是被小美发现了自己伪造材料 小美倒也没有难为他 不过要挟他交换了各自带的班级 原来小美现在教的是全校最难缠的班 别说学习成绩了 这帮孩子最大的乐趣就是捉弄老师 小美深受其害 但小帅也只能答应 结果第一天上课就被整得脏话都不够骂了 但是钱还没拿到 怎么可能就这么放弃呢 他心想 我在牢里啥狠人没见过 还能怕几个小屁孩 第二天带了把彩蛋枪 把整个班的人都收拾得服服帖帖 然而生活不止眼前的学生 还有要交的房租水电 小帅被房东赶了出来 无奈之下 他只好投奔了小美 小美说收留你可以 但你要好好教学生 要不说这两人绝配呢 装住点沙把柄 提出的全是正人君子的要求 小帅也没地方去 就只能答应了他 这帮学生一天天不学好 要么立志当毒贩子 要么想着用身体赚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于是小帅申请了校外实习 但他们分别认识了他的毒贩朋友 还有那些靠身体赚钱的朋友 穷孩子们哪见过这场面 恶心的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立刻改了人生目标 当然这些孩子也不是啥优点都没有 小帅帮他们找到了自己的闪光点 鼓励他们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 学生也越来越喜欢小帅 为了帮小美和学生搞好关系 小帅带着她和学生出去涂鸦 违法是违法 开心也是真开心 有了一起夺警察的经历 小美得到了学生的认可 不仅上课超级配合 学生们努努力 没准还能上哈佛 另一边 小帅还在坚持不懈地当着矿工 终于啊终于 钱给挖出来了 小帅抱着这些钱是又哭又笑啊 钱是找到了 可她现在更珍惜的是那帮可爱的熊孩子们 不过想想这么大个洞还要填回去 哥谁都想哭吧 这天她正埋头填洞的时候 没想到小美从另一头钻了出来 原来她挖到了体育馆下面 学生上课把地板弄坏了 小帅心想 这得解释一两句啊 一激动 把自己抢劫坐牢的事情 一股脑全说了 小美上去就是一耳瓜子 这还不如不解释呢 小美回家就是一通哭 爱情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没过两天 浪姐转交给了小美一封信 小帅为了保证不是为了钱才接近小美 把挖出来的钱都交给了小美保管 还表示要对挖坏的体育馆负责 再去抢点钱来修 小美从没受到过这么与众不同的表白 还真就心动了 最后在学生的劝说下 小帅撇下同伙 带着学生去做遵纪手法的好公民了 而她和小美也开始了你浓我浓的甜蜜生活 影片到这里结束 教育不仅仅是老师改变学生 学生也在影响着老师 小帅的眼里不再只有钱 小美看到了教育方式更多的可能性 曾经整个学校里最难缠的班 也有被刮目相看的时候 上学那些年 你有遇到过让你印象深刻的老师吗 我是虎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